我们讲这个世界 世界一风冷 我们就不要说大的世界吧 说银空 或者不说银空 说我们地球 越说越小 大家好好体会 我们知道地球在太空当中 它在运行 它靠什么 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 它不会错 绕太阳一周365天 佛经山讲这 它一风冷 风冷在拖着它 风是冬啊 所以风冷 佛经上讲的风冷 我们今天的话叫什么 运动 动才有风 不动就没有风 所以 佛讲风冷 整个宇宙 它都在运动 星球 绕着一个星系 小星系 绕着一个大星系 大星系 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 都是以 很快的速度 在运动 所以它不注意 它要不动呢 不动就坏掉了 它一定在运动 这个运动 现在我们知道 有自转 有攻转 有这两种动向 这两种动向 在佛 佛华里 都叫做风冷 那么又叫做 妄想风 这个意思是 讲风冷的时候 还好讲 大家还容易体会 想妄想风了 大家就不容易懂了 再说说 这个动 是什么原因 是从哪来的 佛要不给我们说出 我们要去研究 不小的研究 多少万年 恐怕 还是 找不到 你 你想 这个太阳 为什么绕着 云火转 地球 为什么绕着 太阳转 月亮 为什么绕着地球 你去研究 研究的人很多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 都不能叫人 幸福 幸福 过一过的说法 过一过的解决 说的好像都蛮有道理 那我们看到 佛是怎么说法 众生的妄想 妄想是动的 为什么心动 智慧是不动的 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从定心里的身 定心生出来的 就智慧 我心生出来的 就往下 无明是动力 明就不动了 明是智慧 就不动了 无明就忘不动了 然后 你才真正明了 佛为什么叫人修订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种 不同修订的方法 实际上讲呢 不止八万四千 无量法 就是修订的方法 无量无编的方法 不是一个方法 佛法的修订 不管是大臣小臣 弦教密教 宗门教下 包括我们净土念佛 统统修产地 净土宗 经典里面讲的 我们修什么东西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要知道我们念佛 念佛的目标 就是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一心不乱 是念佛三分野 心不颠倒 是大车大物 是开会了 智慧开了 跟禅宗里头 大车大物 不用两样 我们用的方法 不一样 我们用 知识名号的方法 他们用 参话头 关心参俱的方法 方法不一样 各地结果 完全相当 所以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那么现在念佛的人呢 实在讲呢 他不懂这道理 一面念佛 一面大妄想 所以永远 不能在念佛三分野 念佛真正的效果 真正的功德利益 他得不到 这个就是我们讲 修行不如礼 不如法 他功夫不得了 如理如法的修行 你一定要懂得教理 一定要有人教你 帮助你 指导你 这些理论方法 都在今天里头 修净土 一定要以净土三心 这是根本的 我身论 天清菩萨修行的 信德报告 他怎么修行成就 给我们做印证 加强我们的信心 运行 这是头一个 做新的报告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 烈代 一直到现起 修行有成绩 真正往生 太多太多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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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资格